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E 數學聯盟 今天我們會學一項新的東西 叫作寫入法 但和上一集有效數字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會用上一集的東西繼續講下去 因為兩項東西會放在一起去考考 什麼叫作寫入法呢 我先寫下 寫入法 DSE 範圍中 寫入法最主要是學三種 第一招是我們日常生活都會用到 叫作寫五入法 我寫了四寫五入法 應該是四寫五入法 第二招是上寫入法 第三招是下寫入法 不外乎這三招 學齊這三招 基本上所有寫入法的題目都會做 這個究竟是在做甚麼呢 我們先講最簡單的 四寫五入法 四寫五入的意思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逢進位的時候 如果後面的數字是4 就不當去進位 後面的數字是5 或是以上的 就當去夠位進 什麼意思呢 好像抽象一樣 我們用實際例子去講一講 譬如這個數字 叫做123.456 我們先看一看 如果題目要求你 舉個例子 要求你寫入至第四個有效數字 我們會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找出第四個有效數字在哪裏 這個是第一個有效數字 第二個有效數字 第三個有效數字 第四個有效數字 如果題目叫你寫入至第四個有效數字的話 我們就會看著這個數字的後面那個 看看它是5或以上 還是4或以下 如果是5或以上的話 即是當去夠進位 即是代表著把5消失了 然後把前面那個變成5 即是逢差5、6、7、8、9的話 就會令到前面的數字進一個位 所以如果它說4寫5入至第四個有效數字的話 答案就會是1、2、3、5 因為這個四位有效數字 然後後面那個是夠進給它 所以就會變成1、2、3、5 可以嗎 然後再做一個 我們再試一個 如果現在叫你4寫5入至3位有效數字 3位有效數字即是這個 我先用另一隻色筆 這個叫做3位有效數字 然後就看著後面那個 看看後面那個夠不夠進給它 後面那個不夠進 後面那個不OK 後面那個不OK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就是不進給它 這個數字仍然是1、2、3 所以答案就會是1、2、3 只要後面那個不夠進 就會變成123 很簡單 0、1、2、3、4就不夠進 5、6、7、8、9就夠進 那麼規則就是這樣玩的 好 我們先看看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 如果是叫我們寫入至2位有效數字 2位有效數字 這個怎樣計算呢 就是之前說過的 一開波的0是不計算的 這裡才是真正第一個有效數字 這裡是第二個有效數字 如果寫入至2位有效數字的話 我們就看著它後面那個 現在後面那個是5 所以是夠進給它 所以答案就會變成0.014 就會將5進位給3 好 然後這題 下面那個我們又看看 如果現在寫入至3位有效數字 那怎樣計算呢 好 因為也是那句 一開波的0全部都不計算 然後這個才是第一位有效數字 這個第二位 這個第三位 好 我們就看著三位有效數字 的後面那個 因為現在要寫入至3位有效數字 就看著3位有效數字 後面那個 現在後面那個是6 大過5 所以就夠進給它 所以最後答案就會變成 0.000 接著就746 這樣的意思 好 這裡能否跟到呢 所以說這個很細 不過應該看到的 所以逢親要進有效數字 其實重點不是有效數字本人 而是有效數字 後面那個 才取決於你的答案 究竟進不進位 好 如果這個 我要進位去到兩位有效數字 即是叫我們寫入至兩位有效數字 那又會變成怎樣呢 之前說過 這兩個0是不計算有效數字 一開波的0是不計算的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位有效數字 這個是第二位有效數字 自從有效數字開始計算了 之後那些0我們都計算了 這個上集說過的 所以這個是第二位有效數字 我們就看著第二位有效數字的後面那個 我們先記錄它 這個是第二位有效數字 第二位有效數字 後面那個是大過5 所以進了位之後 就會變成了0.011 這樣 所以逢親 逢親 這支筆好像很淺色 所以逢親 五六七八九 你就進給前面那個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四寫五入的玩法 好了 在DSC裡面 我們是有個明文規定 就是說 逢親你計算到一些無盡小數的答案 你要用一個近次值去作答 的話 你必須要四寫五入至三位有效數字 除非題目講明例外 除非那一題 講明說你要兩位有效數字 那你就跟著他指示 兩位有效數字 否則他沒有講的 而你又想答一個近次值的話 你就必須四寫五入至三位有效數字 作為一個答案交給他 這個就是DSC明文 在第一版考生需資 有講明的 所以四寫五入法 相對於另外那兩種方法 是更加重要的 另外那兩種是題目講明 你才會用的 而四寫五入就是default 物認了 就是他沒有講 你就會用四寫五入法 所以是特別重要的 就是這樣 好 接著我們繼續 那什麼叫做上寫入法 什麼叫做下寫入法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你就會馬上明白 好了 如果現在有個數 叫做123 124 我的口說3 但是寫了4 這些完全是那些 手眼不協調 那些老人病的徵兆 我都覺得自己很老 現在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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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6 7 8 23 我隨便寫一串數字 好了 如果他現在跟我說 要四寫五入至兩位小數 我要加上兩位小數 等一下再講上下寫入法 如果他說要四寫五入至兩位小數 究竟我寫入哪一個位 如果兩位小數 就應該是這個 但如果兩位小數 就即是小數點 後面那兩個 所以 應該是寫入至這個 這個就是寫入至兩位小數 我就看著兩位小數 後面的數字 夠不夠進給他 後面的是8 所以夠進 所以就會把8 給他 答案就會變成124.68 這個就是寫入至兩位小數的玩法 好了 這裡 如果有個數叫做0.014 不要了 我先舉另一個例子 這個不夠好 如果有個數叫做0.0638 這樣 好了 要寫入至兩位小數 那我究竟怎麼做呢 在有效數字的世界 這個不當有效數字 這個不當有效數字 由這裡開始計算 才是有效數字的 但如果他就這樣說兩位小數 即是叫我們寫入至兩位小數的話 那0 還是數字 我們都不在乎 總之小數點在這裡 小數點之後那兩個 就是兩位小數 所以 就不會有那些 開頭是0不計的限制 逢親 他問我寫入至多少位小數 那我就真的在小數點上 照吞兩格去做 所以如果這一題數 要寫入至兩位小數的話 就看著這個6 的後面那個 那現在後面那個是3 不夠進去 所以答案呢 就是0.06 那這個呢 就是寫入至幾多位有效 幾多位小數點後幾多位的玩法 又或者呢 他會跟你說 準確至幾多位小數 這樣 那你看到題目的問法 要看清楚去 究竟是問有效數字 還是問小數點後幾多位 這樣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那個規則是不同的 有效數字 是開頭那些0 是不計的 而兩位小數呢 就是不說知你是不是0 總之小數點後兩個位 這樣就會計的 所以兩個問法要分清楚的 好了 那最後呢 也都在同一集裏面 講完什麼叫做上寫入法 什麼叫做下寫入法 其實很簡單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現在有個數叫做122.443 那如果我跟你說 就是說現在 要寫入到小數點後兩位 那小數點後兩位 就應該在這裏 這裏我畫大些 才說小數點 好 小數點後兩位 應該在這裏 那我們就會看著後面那個 那後面那個是3 來的 不夠進去 所以答案呢 應該就會等於122.44 那這個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上面都做了很多例子 但是 但是 如果它跟你說 上寫入法 用上寫入法 寫入至小數點後兩位的話 那這個答案就會變成122.45 為什麼呢 就是明明你說3不夠的 3不夠進的 這個應該122.44 沒錯 當你玩4寫入的時候 答案的確是這個 但問題就是 什麼叫做上寫入法呢 就是野蠻的 就是無論後面那個夠不夠也好 都當去夠 所以 明明3是不夠的 不夠進位 但在上寫入法的規則之下 3 我們都當去夠進位 這樣去做 那麼 勘將它進給4 那這個呢 最後122.45 就是上寫入法的結果 來的 好 舉多個例子 如果現在有個數目 叫做0.01723 這樣 好了 現在它說要下寫入去到兩位有效數字 首先我們定了兩位有效數字在哪裏 兩位有效數字應該在這裏 因為前面的0不算 所以兩位有效數字應該在這裏 正常如果4寫入的話 答案就會等於0.017 這個應該很容易 因為後面的2根本不夠進給它 但問題就是 如果它用下寫入法的話 不是 這個我是舉錯例子 我們回帶回帶 回到半分鐘之前 我們先寫下這個數字 當我之前那些沒有說過 只是寫下這個數字 如果它說要4寫入去到一位有效數字 那麼我們一位有效數字應該在這裏 然後我們就看著一位有效數字 後面那個 現在7是夠進比1的 所以答案就會變成0.02 如果根據4寫5入法的話 這個應該大家沒問題了 上面也做過例子 好了 但是如果它說 現在要下寫入法 將它準確至少數 不是 之前入一位有效數字 你見我瘋狂說錯話 也是 因為現在都深夜時分 我都超睏 好了 如果現在要用下寫入法 將它準確至一位有效數字 那麼答案就不會是這個 答案會是這個 好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簡單 下寫入法的定義就是 就算它夠也好 都當它不夠 明明1位有效數字在這裏 後面那個是7 應該是夠進位給它 但是就是因為根據下寫入法 就算它夠也好 都當它不夠 不進給它 所以答案就會變成0.01 這個就是用4寫5入 做出來的 就是0.02 這個就是下寫入的 做出來的就是0.01 所以很簡單 當你明白了什麼叫4寫5入之後 就是4或以下的就不進 然後5或以上的就進位 然後上寫入法就是 無論夠不夠都當它夠 下寫入法就是 無論夠不夠都當它不夠 這個這樣處理 就是學齊了三種寫入的方法 看運氣了 看運氣了 因為我覺得如果它出是好事 就是這個topic 如果它真的在PayPal1 捲一 夾一個部分 一條出三分給你這樣去做 是易執的 我希望它會出 但就算它不出也好 這一套這樣的規則 其實都融入在你們不同topic 裏面 逢親你其他topic 的數 你只要計到一個無盡小數 你想交個近似值給它做答案 那你都要去 將它4寫5入至3位有效數字 所以這一下你本身都是要認識的 我希望除了是融入其他topic 之外 都有一條題目是真的考這一類數 這樣是容易撿到分給大家 希望它會出 我們今天就是有效數字 和寫入法的這一堂 就到這裡為止 然後下一集我會用一些真的事態 去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在DSC裏面 如果它真的出一條數 是關於這兩貨的了 真的送五分給你 那它會怎樣送呢 我們下一集繼續 好,拜拜